大家好 有点卡粉 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的环球影城 为了让这次游玩的体验感更佳 我决定cos成罗恩 那我们就从化妆开始吧 刚好打完底外卖也到了 先吃两口 皮薄馅大的蒸饺 好吃好吃 我是一个临时抱佛饺型的up主 所以昨天到商场采购了一些化妆品 这个眉笔原本我是买来想化雀斑的 忘了 买了最浅色号的染眉膏 不太上色 奶橘色的腮红挺好看的 细节来了 罗恩同款蓝色眼珠子 但我应该去实体店买的 我从外卖上下的单 戴起来像只蜥蜴 这个睫毛夹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 国货YYDS 睫毛膏是送的 买三件送一件 商场里面在搞活动 补口红之前再吃一口 盲选了一支口红MAC的复古的颜色 开始戴假发套了 我第一次自己戴假发套 我之前在剧组戴假发套 都得把我的头发编得很紧 今天就意思意思吧 大家好 我的声音变了 因为我来城路这两天 吃上火了 然后我想起来我这个Vlog音还没配完 好走吧 美无言实在无一遍 走 环球影城 上一次去环球影城还是在疫情之前 然后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什么时候疫情结束了 我还想再出去玩一次 今天最大的bug就是 我买了一套女装 我买假发的时候想扣斯罗恩 但买衣服的时候只想到了自己 非常建议大家阴天的时候去环球影城 那种乌云密布的感觉 会让哈利波特园区更有氛围感 今天魔杖也忘记戴了 但是找到我自己了 魔法还在 想靠魔法直接进入到园区里面的 没想到罗恩也要扫钱坑吧 我能不能摆好表情 他再给我拍下来 试一下隔壁学院的帽子 也挺好看的嘛 买了一点麦粒素巧克力 这个小哥估计被我烦死了 因为我买样只要一点点 黄油啤酒还是很好喝的 上面一层是咸奶盖 下面就是一点点麦芽啤酒味 走我们去买点纪念品吧 什么 最想买的是行李牌 因为我之前那个猫头鹰行李牌太埋太了 可是这儿没有猫头鹰的行李牌 选了一个普通款式的 还有一个猫头鹰的钥匙扣 理性消费 我发现我这个优势通 跟你们这个普通通也没隔了多少 没有那里面人肯定小 拜拜 一段人进去开启经济之旅了 雾气骂黑的什么也拍不了 体验感很好 要是哈利波特说的是英文就更好 你来几位啊 因为 你没电气啊 然后去第二台啊 第二台啊 第二台 其实不太能接受过山车 但今天还是决定勇敢一试 跟一位大哥拼坐 据说我就在这趟过山车上呢 但是我放大 放慢 仔细看 都没有发现我自己在哪 而且结束的很快 我还没喊两句呢 就到终点了 我和大哥相对沉默 还有课照的时候遇到了同学 还有隔壁院的小呆毛 好可爱 拍照姿势一 如果旁边有柱子 你就抱一下那根柱子 拍照姿势二 歪头 歪到像脖子断了一样 拍照姿势三 手里拿点吃的喝的 拍照姿势四 找一个比较有氛围感的场景 随便动两下 拍照姿势五 和商店里面的商品互动 最后是我全程最嗨的一个环节 就是花车游行 因为他们的热情和快乐会感染到你的 好了 拜拜 拜拜 拍照姿势四 感谢观看